晨光小雨,神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 晨光小雨,陪伴你走完整本圣经 也祝福你在这一整天都充满神话语的亮光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二段 从三十二节到五十二节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思考的是 你是单独面对你的十字架时刻吗? 我们会遇到非常煎熬,非常挣扎的时刻 这些时刻呢,可能就是你的十字架时刻了 我们来看耶稣在最痛苦煎熬的时刻 是怎么样来面对 其实他这个时刻不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真正最困难的时候,最征战的时候 是在克西玛尼园的时候 那个克西玛尼园的祷告 是他能够上十字架的关键 在那里祷告得胜了 他就能够真正的上十字架 耶稣能够挺过最艰难的十字架酷刑 还有折磨以及死亡 就是在这个晚上祷告得力的 你的十字架时刻是什么呢? 你是如何面对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在最后晚餐之后 他们就一行人 门徒跟着耶稣到了克西玛尼园 那好像是他们常常去祷告的地方 耶稣就对门徒讲说 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 意思呢,也是希望他们能够陪伴耶稣祷告 然后呢,带着彼得雅各约翰 这三个核心的门徒 一起进到了克西玛尼园 然后呢,他就非常的惊恐 极其难过 这个让我们非常的惊讶 连耶稣他也会有惊恐 不是他都充满信心平安吗? 为什么他自己也会害怕呢? 而且非常的难过 在这地方我们就看到 耶稣他真的是人 他道成了肉身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一切的人性他都具有 所以这种情绪呢 就是一个反映出 一个他人性的一个真实的部分 那这时候他就对这三个门徒讲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 这个这样的话出自耶稣的口啊 实在是令人非常的惊讶 他在三年半的时间里面 对这些门徒呢 他就是主 他就是神 他是拉比 他总是带领他们的 但是呢 在这个时刻里面 他却是完全的敞开 他把自己心里面的脆弱 软弱也说出来了 他就讲说 他是忧伤 而且到一个要死的地步啊 我不知道他的门徒 比达雅各约翰 他们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非常的惊讶 这一点都不像是全能的主嘛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 那我们看到其实呢 我们不管是做牧师的 或者是小组长的 我们也可以学习耶稣他这样子 他可以能够透明 能够敞开 能够将自己的软弱 也分享出来 因为当我们愿意分享的时候 那也就是能够一起来祷告的时候了 所以呢 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属灵刚强 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带导 如果我们不愿意敞开 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接受人家的带导了 所以不管是传道人 或者是小组长带门徒的人呢 其实也可以很真实透明 然后呢 耶稣呢 他就伏伏在地 跟神祷告说 倘若可行 便叫那时候过去 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 耶稣非常简短 但是充满力量 真实的一个祷告 后来呢 耶稣到祷告 挣扎完 挣战完了 那就回来看到 彼得、雅各、约翰 都在睡觉 就对彼得说 西门你睡觉吗 不能警醒片时吗 这个片时就是一个小时 可见呢 耶稣他在单独祷告 已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然后呢 他就对彼得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 这句话 常常在我们心中回荡啊 也是我们 要好好地身体力行的 就是要进行祷告 因为我们 肉体是软弱的 我们的人性呢 如果 放任他去的话 我们的灵软弱 随从肉体了 就会入了迷惑 所以我们一定要精心祷告 让我们的灵刚强起来 就能够带领我们的 这个魂跟我们的身体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耶稣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提供了 十字架十刻的 祷告的榜样 我们都会遇到 这种 我所谓的十字架十刻 那我们呢 就要做 这样子的祷告 说 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那同时呢 我们看到 在这里呢 耶稣也给了我们一个 带导的模式 那我称他为 三个同心圆的祷告 在中心的呢 就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深切的祷告 清心吐一 这个是这个同心圆祷告 最中心的部分 第二圈呢 就是亲密同伴的 陪伴跟带导 我们是不是 有属灵的同伴 能够 人不需要太多 可能就两三个人 能够陪伴我们 一起来警醒祷告的 第三圈呢 就是比较外围 带导伙伴的 陪伴跟带导 这是耶稣其他的九个门徒 所以耶稣的榜样呢 就是不要单独 面对自己的十字架时刻 不要靠自己来面对 我们一定要祷告 一定要深度的 跟神清心吐一 赤露敞开 把我们一切的困难软弱 我们一切的挣扎 挣战 都完全请到在神的面前 那另外呢 我们也需要 同伴的陪伴 跟带导 那彼此祷告 这个互相的带求 我们就能够 来一同得胜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祷告 耶稣的祷告 第一个呢 就是求天父 把这个杯撤去 所以这个就像是 我们在主导文里面 讲到说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这个呢 是我们可以跟神祷告的 是和神心意的 但是呢 有时候啊 神让我们要来面对 面对征战 面对试验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第二个层次的祷告 就是不是照我的意思 乃是照你的意思 那这个是我们 祷告的一个底线 我们祷告不是要去改变神的旨意 祷告也不是一定要改变环境 祷告最重要的是改变自己 所以呢 我们就是很多时候 祷告 我们就必须要摆下自己 来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们的祷告最终的目标 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就 然后呢 耶稣呢 就又去祷告 也是一个小时 回来 看到他们三个又睡着了 然后第三次也是一样 那这几个门徒呢 就连续错过三次 警醒祷告的时候 以至于后来 当耶稣面对 这种征战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站立的稳 因为他们没有 像耶稣一样的 警醒祷告 然后呢 这个犹大就带着 这些一大帮人 就是 以跟耶稣亲嘴作为一个记号 然后呢 就让他们把耶稣给带走了 这个时候呢 门徒全部都逃跑了 只有一个少年人 这个 还跟着耶稣 后来呢 其他人就要来抓他 所以呢 他就赶快的逃跑了 很多人说 这个人就是马可 也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 这可以说是马可第一次登场 今天我们看到 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应当怎么样来 祷告 怎么样来 有人来 跟我们一同的 来向神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在每一个困难时刻里面 都能够靠着主 用祷告来得胜 阿们